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可能也会用到磨砂机和地板填充料 贴地砖时一定要有瓷砖黏着剂 有凹口的小铲子 瓷砖间隔片 还需要水平仪和橡胶大头垂 涂薄泥浆时需要水泥浆和橡胶涂抹板 还需要装水和泥浆用的桶子 海绵和密封剂 如果要裁剪瓷砖 则需要瓷砖切割器 也可能需要玻璃切割器 还要裁切弧度时用的钳子 别忘了准备工作手套和护眼镜 也会用到接缝板条和装饰板条 我们的工程需要磁砖边缘金属条 不管进行什么工程 都要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如果您对铺地砖不是很有把握 可以洽询LOWS专员 因为LOWS能铺设各种不同的地板 请您遵守当地建筑法规 开始施工前 要详阅制造商的说明 您可以找到关于湿度检测 和底层地板类型的资讯 好了,我们开始吧 Jeff,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首先拆掉旧的地板和护壁板 这我们已经先弄好了 然后确定要铺地砖的基准面积 这里我们要铺设4×4英尺半的范围 只要把这两个数字相乘 即可算出基准面积 或者您也可以用 LOWS.com slash calculators的计算工具 帮您计算 现在的面积算好了 这要用来做什么的基准 这可用来决定我们需要多少材料 我们大约要加上5%的耗材料 接下来要整理地板 先检查是否有突出或凹陷的地方 突出的地方磨平 凹陷的地方用地板补平剂补平 现在我们要用镀心的螺丝装上水泥板 这个水泥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这样瓷砖有稳固的基础 不会折弯或裂开 是的 如果这是水泥做的 要如何裁切呢 在上面画几下 弄弯折断 从后面切开 用美工刀切开就可以了 没错 我们这里有两块板 那接缝处上面是什么 只要遇到缝隙 都要用瓷砖称板胶带 把细缝盖住 贴地砖是展现创意的大好机会 有许多不同的花样和设计 甚至还有一些组装好的花样 避免有细网方便铺设 LOS有各种不同颜色和尺寸的瓷砖 所以您可以选择适合个人风格的瓷砖 那么我们要用哪一种风格呢 Jeff 我们要用棋盘格的花样 再像这种小区域里 就不效参照线了 但是如果要贴整个房间的地板 则要在相对的两面墙中心做记号 滑出参照线 跟着这些记号弹一条粉线连起来 另外两面墙也要这么做 在施工区中间形成十字 检查交错处是否成直角 然后大致把地砖沿着参照线摆放 用瓷砖间隔片 可使排列更精准 为顾其热胀冷缩 记得地砖四周和墙角处 一定要留约四分之英寸的空隙 如果铺到墙角时 剩下的空间不足半片地砖的宽度 请调整参照线 让每一边的地砖能一样宽 确定参照线之后把瓷砖拿起来 如果施工的范围很大 可以把地板划出三英尺的方格 会比较容易施工 再较小的区域施工会比较精准 因为可以一边施工 一边做必要的调整 Jeff已经放好入口处的地砖了 图案很好看 我们希望完整的地砖 要靠近房间的中央 因为那里看得最清楚 所以我们把裁切过的地砖 靠着墙角放 把不同箱子的地砖混在一起 以免不同箱子的地砖 会有颜色差距 Jeff已经把门框踩好了 这样地砖就可以贴到门框下面 接下来要图粘胶 我们已经预先把胶混好了 它从一角开始 因为只有一小区域要铺地砖 如果施工范围较大 就要从房间中间的十字中心开始 在我们这里 它用磨刀光滑的那一面 均匀地涂上粘胶 如果有参照线的话 不要把线盖掉 等粘胶下去后 它以45度的角度 用磨刀有刻痕的那面 把粘胶刷平 它都以同一个方向来刷 没有打转的痕迹 这样乳胶会上得很均匀 它用磨刀把多余的胶刮掉 在我们的入口处 我们用了地砖边条 Jeff沿着工作区域的边缘铺粘胶 然后把金属条放在乳胶上 粘胶会把边条粘在固定位置 它把一个小区域都涂好粘胶后 Jeff用间隔片开始铺瓷砖 它轻轻地压下并扭转瓷砖 把瓷砖压到粘胶上 每隔一段时间 他会找一块地砖挖挖看 确定有没有粘住 如果没粘住的话 他会在瓷砖背面抹上粘胶 如果涂得不好的话 请用凹口脚大的抹刀来涂 如果粘胶弄到地砖表面 Jeff会用湿的海绵把胶擦掉 贴几片地砖后 他用橡胶大头锤和水平仪把地砖敲平 在整个贴地砖的过程中 要经常检查是否铺平 他从工作区的边缘开始做起 如果瓷砖需要直线切割 Jeff会用瓷砖切割器裁切 如果要裁切出弧度 可以用玻璃切割器和瓷砖钳子 记得一定要戴护眼镜 等到瓷砖都粘好 我们让瓷砖干一个晚上 接下来的步骤是在接缝处涂搏泥浆 我们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来混合泥浆 通常说明都会要求调出均匀的弧状泥浆 Jeff用橡胶泥浆涂抹板 以斜对角线方向横跨缝隙把泥浆涂上 他尽可能把地砖上多余的泥浆擦掉 20分钟后 他用湿的海绵沿着泥浆线擦拭 让泥浆刚好就在地砖表面以下 等泥浆涂好后 接下来72小时我们避免经常在地砖上走来走去 然后等三个星期让泥浆全干 然后我们在接缝处上涂浆密封剂 最后的一个步骤是粘上必要的装饰板或接缝条 由于Jeff的好功夫 成果非常完美 现在你已经看过我们如何铺地砖 请至lows.com slash chinese 观看更多如何做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